超市3.3頻道 現在播出普遍集 請你跟我這樣過 來 李醫師 我們今天煮的這個奶茶叫做 豆蔻奶茶 豆蔻 聽起來就很硬度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這個中國的這個 我們是用中國的辛香料 這裡面有什麼 它其實是中藥的一種 這個感覺小孩有看能切瘦 跟鮮奶 這樣就好 鮮奶下去煮啦 對 我們鮮奶就是先把它先預熱 然後豆蔻煮個兩三分鐘 然後讓它的香味可以出來 現在這種天氣冷的時候 它還可以就是溫味 溫手腳 那很痛的時候可以喝鮮奶喔 就是可以喝乳製品喔 如果你加了豆蔻就可以 因為它可以消失 它可以止痛 對 所以你要加對東西 所以這裡完全沒有所謂的任何茶 沒有 其實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所以小孩子都可以喝 它並沒有咖啡 喝起來會有茶的口感嗎 會有那種很幸福的感覺 待會兒可以試試看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裡面選的糖是屬於黑糖 那黑糖本身是 女孩子是非常非常好的 為什麼呢 對 它的鐵子只要你一大瓢 大概15克 你就可以達到一天的攝取量了 真的喔 對 然後它的蓋子 一樣是15克 它有半塊傳統洞服的 那樣子的一個蓋含量 710克的含量 對 然後它本身是沒有 精緻過就是 非白糖 它是沒有精緻過的糖 所以它含有很多 濃度出去 好 那我們這黑糖什麼時候加呢 量要大概多少加進去 我們可以加就是三大吃 因為我們今天的牛奶倒的比較多 好 來 那差不多它就是有一點在冒煙冒泡了 你就可以加 加黑糖進去 因為你讓它稍微也一起煮一下 它的糖味才會一起出來 對 是 黑糖也很香 那煮了我們就讓黑糖融勻了 其實就OK了對不對 它顏色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們就是把它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那還有什麼人可以喝 像容易精痛的 好 人家說 鮮奶你不要煮到 整個都滾起來了 對 對不對 稍微熱了 稍微冒煙就可以了 冒煙就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喝了 來喝喝看 還滿好喝的 第二口味 很暖啊 就是它有暖胃 暖身體的一個功效 非常熟透的 而且它的豆蔻味道 其實是順的 它那個 並不是刺激或撲餅什麼 並都不會對不對 如果你是真的會很想要喝茶的話 你就是加一點家裡的紅茶 一樣就放在茶袋裡面 一起下去煮也可以 味道也很棒 對 各位觀眾 你會了嗎 我們來複習一下喔 先加熱牛奶 再加入豆蔻 茶包半煮 爆煙後再加入一小匙黑糖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這個接下來啊 這個影頭真的很恐怖囉 對 這個一旦上癮了 後果不堪設想 因為它會影響到隔天早上 你的排泄狀況 很煩耶 很煩耶 現在桌上擺開的 這就是辣 有沒有 辣椒啦 辣椒罐啊 什麼都有啦 超辣的 請問一下現場四位 你們愛吃辣的請舉圈 全圈愛吃喔 我跟你講吃辣幾乎是全民運動的 請問三位專家 你們愛吃辣的請舉手 為什麼 我不信 你們真的是愛於專家的意思 還是真的不是人啦 沒有 我待會兒會講 我沒有覺得吃辣沒有很不好 我是真的不愛吃辣 你真的不愛吃 王老師真的不吃 我從來不吃辣 從來不吃 李醫師 我偶爾會吃 偶爾而已 所以這跟智商有關係 對啊 所以你覺得你們是怎麼樣 我們被辣壞了就對了 智商比較低 因為專家都沒人舉手 對啊 這顯現得我們好像四位 智商比較低的 對啊 好啦 沒關係 來 四位請出列 家越多知識到越低 對 我們現場四份的雞絲麵 然後我們備有兩種不同的辣椒罐 以及新鮮的辣椒 對 你們就照你們平常飲食狀況 你們去添加辣好不好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你們吃到的程度是怎樣 用這個 有時候辣才不得了耶 小冰 他吃麻辣坡是喝湯的耶 湯加醋也不加蒜 什麼都不配也不出的料 好多喔 好辣喔 生完小孩以後吃得更辣 因為你知道懷孕的時候不能吃 生完以後會有更強的一種補償心態 要一次把它全吃回來 對 他會 來 吃一口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怎麼樣 好好吃 這個時候大腦會用油 與辣椒天人合一 正在嗑藥的感覺 與辣椒天人合一的感覺 真的假的 真的 小薇妳那個很辣耶 辣 真的很辣 這個辣椒滿辣的 妳平常拿大火鍋吃大辣 還是吃什麼 我們其實看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一起學 我們就要叫中辣了 真的 好辣 真的嗎 太辣了 真的 我跟妳講 我剛剛把真辣椒吃進去 我面不改色 直流汗 面辣喔 舌頭整個都麻掉了 真的好過癮 真的啊 小薇妳的好辣喔 明天上廁所也會很過癮 其實我真的還好 我比較像煙火一樣 煙火 我有一次吃麻辣鍋 吃到去住 就是急診 就是常 妳是吃到什麼程度 超級大辣 對 我吃大辣 而且我吃麻辣鍋 我從來不配飲料 常會都受傷了啦 人家都會 我直接只沾蒜苗 啤酒我也不喝 茶我也不太喝 那所以口渴就沾蒜苗 然後喝糖頭 不是 我喝辣糖 哇 然後 我要整個活動結束 我才能偶爾喝一口水 因為我不想要那個 那個辣的下味散掉 不是 妳到那種程度 那個已經是胃會痛 然後或是痙攣之類的 對 我就是半夜 就是痛到沒有辦法活下去 一直然後送急診 對 送急診 太辣了 趕快喝個水 我也覺得好辣喔 喝水解辣是最遜的 蛤 很遠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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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我不會吃辣了 來來 我的意思 不是 他不能這樣吃 這太誇張了啦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 我的意思訓的意思是說 喝水沒有辦法解辣 這是真的啦 你應該要吃白米 或者是吃麵包 白米麵包 因為有人教我說 優酪酪乳可以吃辣 優酪乳或是甜的 柳橙汁 這種甜的東西 因為你會把那個辣 其實在各個味蕾都散不開來 你反而更麻 對 整個嘴唇到現在還是麻的 其實我們在中音裡面有講說 多食心則筋及爪枯 就是說你的身體的肌肉的狀態 跟你的筋的狀態會容易全 我們叫做抽筋 那爪枯是指你的皮膚 跟你的指甲的部分 可能會受影響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有 皮膚疾病 像皮膚癢的話 你一吃辣 可能就會更嚴重 還有痣瘡可能就會發作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有些人 他會特別想要去吃麻辣的鍋 是可能他那時候的壓力特別大 因為辛香的東西 辛辣的東西 會可以刺激 它可以開竅 所以它可以幫助疏通的瘀 而且它可以發汗 幫助血管的擴張 所以他當時吃下去 他會覺得一陣快感 舒服 一個暢快對不對 對 可是也代表說 可能你的身體現在是處於 比較高壓的狀態 剛剛有講說 懷孕的時候不能對不對 可是我懷孕的時候 還是一樣吃 你懷孕也吃辣 對啊 因為我 我自己 又把醫生的叮鈴給稍微 休息一下 又解釋了一下 自己解讀一下 自己又解釋了一下 因為醫生說 因為吃太辣 有的時候像我們講 拉肚子或什麼 會促進子宮收縮會危險 或者是你吃辣會 就是辣的時候 你心血管就會比較 激進這樣子的時候 又會子宮收縮 可是我就在想 因為我還沒懷孕前 我小姐的時候 小朋友的時候 就常吃辣 所以對我來說應該沒有關係 不會有負擔 我懷孕的時候我就早吃辣 而且到懷孕後期 因為胃孔會不好 所以我更需要那個辣味 去開我的皮胃的那個 對 開胃 才能讓我吃東西 那你孩子生出來 也有長得整個身體 都通紅的或者是 沒有耶 辣椒 可是我小孩現在五歲 就開始吃辣了耶 蛤 對 他就喜歡吃東西 所以就會加一點 我當然會盯著他 不然他 可是他會加一點點 他會覺得 那個味道會比較好吃 小孩子五歲就在吃辣 這個可以嗎 他還在發育當中耶 我們先講孕婦好了 孕婦其實說是在 咖啡上飲要注意 恐怖的後果等著你 咖啡它有一個 它在喝的時候有一個 會讓這些症狀加重的一個因子 就是你 你這四個症狀 當你不喝的時候就會越嚴重 來 喝到太多 它整個就反撲回來 就是 變成我 會啊 但是很多人是喝了咖啡 不會頭痛 對